欢迎来到学用数学 数学有用 这道题又是一个 这道题是一个星期的问题 首先呢 它给我们的资讯 就是2004年的2月有5个星期天 那2004呢 要留意到它是论年 所以2月呢 有29天 那其中2月1号跟2月29号 都是这个星期天 那问下次出现这个情况 到底是哪一年 首先我们要知道它还要是论年 下一次2月是论年 就2008 接下来12 16 这样一直下去 但是呢 我们还要维持星期天哦 所以我们要知道呢 经过4年 星期会往后延几天呢 平年是365 365是52乘7加1 所以平常呢 经过平年会往后退一天 那经过论年呢 未往后退两天 所以经过这个4年 三平一论就会退5天 经过两次就会变成10天 那所以经过呢 N个论年 就是什么 5乘N 好 那我们希望还是星期天 就表示这个要是7的倍数 对 好 那7个论年 而7个论年表示的呢 就是28年后 所以从2004再加上呢 28就等于2032 好 所以下次出现这个情况呢 就在2032年 末二位就是32 咯 好 Valley